Hello 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欢欢 继续跟人称河中战神的 黄世修土条哥来开战 同样是神级人物要下神坛 继昨天的卡神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战 另外一位同样有战神称号的 立院战神 也就是时代力量的立委 黄国昌 黄国昌呢 他连续开了好几天的记者会 来针对我们的韩总统候选人的岳父 他曾经经营的沙石事业 直接指控韩国瑜跟太太李嘉芬 当年是利用他们身为民意代表的职务 说他们关说兴建提防 来图立岳父大人的沙石事业 而土条哥你身为一个旁观者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们真的努力了吗 好 当时黄国昌的第一篇贴文 非常的长 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他说中沙大桥 当年因为这些非法的沙石业者 盗采沙石造成了桥墩裸露 然后就开始在讲说 李嘉当年开的这个大通沙石行 违法的圈地关缩谋取暴力 盗采沙石 然后我首先第一线做起来是什么 我先上了Google的卫星地图 查了一下资料 画面中红色这个小圈圈 就是真意的李嘉大通沙石用的这个浮复地图 中沙大桥在这张图的东边的再东边 非常遥远的距离 根本就不在这张画面内 也就是说中沙大桥跟李嘉的这块地 是毫无关系的 根本就不是他们经营的区段 然后黄国昌出示了一份经济部的公文函 黄国昌抓着这份公文的违规开发 这四个字大作文章 你看抓到了 当年经济部都说你违规开发 我仔细看了这份公文 这份公文其实它是一个同意函 它是同意李嘉的这个大通沙石行 把这块地变更成矿业用地 如果韩国瑜用立委的身份 去违法的官说让李嘉盗采杀石 请问经济部怎么可能会发了一封同意函 同意李嘉来变更为矿业用地 来作为行券厂来使用呢 那请问违规开发是什么呢 它可没有说是盗采杀石 可是你从一开始黄国昌讲的 中沙大桥的故事 到今天你就会有个印象 你看李嘉就是透过韩国瑜立委 官说特权圈地盗采杀石 但是各位知道这个违规开发是什么吗 他就只是李嘉在这一块 三角形的区域上堆制了一些机具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非常浅白的比喻 今天就好像说你指控人家 违规停车跟窃盗机车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黄国昌可以把它扭曲为 你李嘉就是特权官说 盗采杀石来蒙取暴力 然后闹着全国媒体这几天拼命的起舞 几万个赞几万的分享 来伤害总统候选人的选情 这一条一整条的提访非常非常的长 李嘉的这块服务地三角地只有这一小段 你如果去翻李嘉芬第一次选议员的选举公报上 你会发现的是李嘉芬选议员的政见 比较着重教育类 而当年民进党籍的议员候选人提出了 应该要在佐水溪沿岸来兴建提防 以及后来的民进党籍的西罗镇政长林中李先生 他也是来向韩国瑜跨打派的陈情说 是不是可以来开协调会来协调 来兴建这个提防来保护西罗镇政民的安全 所以这是一个一整条 沿着这个西罗大桥大桥路 一整条这样逐渐盖下来长年的一个兴建提防 而且是不分蓝绿的地方的一个政见 可是在黄国昌的口中就变成了你韩国瑜利用特权关说 盖了这一块一小段新提防 然后把这一块地个圈起来给李嘉倒彩杀死 这完全就是无中生有的抹黑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 佐水溪的河道在这二三十年来确实是逐渐的往后退的 所以他的提防也确实需要往后兴建 要盖新的提防 如果因为韩国瑜当立委的一张公文 行文给省政府去开协调会 就能够让佐水溪的河道后退 然后就有盖新提防的需求 我告诉你韩国瑜不叫立委 韩国瑜叫河神 河神 他一张公文就可以让河道后退 真的 那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整件事情我们来看 就是黄国昌利用了经济部的这一张公文 也就是说我当时写文章 为什么我的标题取叫说 史上最失败的关说案 没有开产 没有变更 没有赚钱 公司还解散 天哪 如果真的韩国瑜当立委用特权关说 他也太失败了 这还叫土力吗 这还叫土力吗 请问你还要继续指控李家倒采杀石吗 如果李家芬家族真的倒采杀石 你觉得苏志芬会放过李家芬吗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来造成了全国媒体疯狂的报导 苏志芬有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说这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地方成情的事件 而且像您刚刚有讲到说 也是有民进党啊 他们是等于是跨党派的来一起去要求说要兴建这个水利设施 但是可能呢 黄国昌委员是真的比较少跑地方 就连戏子区的这个情况好像也不太清楚 所以就连曾经力挺他的这个地方议员需要开协调会的时候 他都还放人家鸽子 所以就看得出来说 黄国昌委员他的心力好像都花在别的事情上面 像是这个明明是正大光明的协调会公文 就指控说李家是圈地牟利 倒采沙石 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是有点夸张了 那么就像世修哥脸书上面所讲的 国昌老师这么用功 怎么可能不知道说省政府的着水溪沙石采取整体管理改善计划 找了合法沙石业者联合开发整治河道 结果呢他却拿出了民国91年的经济部公文 抓着这个违规开发来大做文章 但是他并没有说的是这个同一份公文 说违规的部分其实已经依法处理了 缴纳什么呢 缴纳像您刚刚讲的缴纳补偿金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如果有不法欢迎举发 我们也已经前往说提告了黄国昌委员意图使人不当选 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个选举已经是不到40天了 我们还记得说黄国昌委员之前追查撕烟案的时候 那是非常非常的一直不断的在追咬着 现在却是轻轻放下后续无人问 反而开始追起了这个20多年前的旧案子 这些公文到底从哪里来 他到底是为了拯救时代力量的泡沫化危机 还是帮自己的不分区立委来铺路呢 现在甚至还呛下说辩论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说 为什么我们一个总统候选人还要跟区立委来辩论呢 那么这么想变化是不是应该要先请你的 这个小英学姐先出来辩论呢 针对于这个公文到底是从哪里来 是不是士丘哥有一些想法要跟我们讲一下 这份公文跟韩国瑜 当年行文到省政府的协调会的记录 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的 说真的这个如果没有中间的关系人去牵线 一个一般的立法委员 是不太可能拿得到这样的资料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去找到这些资料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是中央部会的哪一些人 在喂给黄国昌委员这些资料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 第二个我们从这份公文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所谓的违规开发 就只是一个补缴停车费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 该空间确实有停车的需求 所以政府也同意了变更为停车场 那你补缴之前的使用规费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案子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韩国瑜当立委 违法特权关注的弊案 你觉得会放给时代力量的黄国当委员来打吗 不可能 民进党一定会放给自家的区域立委来打这个案子 应该是放给苏志芬 他今年也继续参选立委 而且他的对手刚好就是张家的张家俊 张仁卫县长的女儿张家俊 如果这真的是弊案 苏志芬应该马上拿这个弊案打折水棍上 直接把区域立委的选拳给扭转过来才对呀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苏志芬完全不讲话 黄国昌委员本人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中文 中央部会刻意的挖出这些成年旧案 喂给黄国昌来拖脏水 蔡英文总统躲在后面 看着黄国昌拖脏水 然后也不敢出来辩论 也不敢出来面对 而且这很明显的就是造假新闻 在抹黑总统的候选人 黄国昌委员跟你们民进党 并肩作战了这么多年 黄国昌为你们蔡英文也是捉牛捉马 你喂给他这样子一个瑕疵品的公文 叫他出来泼脏水 今天黄国昌就算被黄世修打脸了 他的公信力已经完全赔上了 民进党可以完全的切割啊 用过就丢啊 所以在这边 我真的我没有要为难黄国昌委员的意思 我甚至是帮黄国昌委员报不平 我觉得你不值得这样子做 说的实在是真的非常有道理 这也是我们一直呼吁的说 现在这场选战真的是打得实在太过肮脏了 反而一直不断的 就像是您刚刚讲的样子泼脏水 那么我们是不是其实应该要回归从政见直球对决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的是 总统蔡英文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出来 跟我们直接辩论 我们应该聚焦的是 到底谁提出了福国利民的政策来关心国政 而不是只是会打向这样子的泥巴战 那么很谢谢我们今天土调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 那么也希望说总统蔡英文真的能够愿意赶快站出来 跟我们是直接面对面的来进行辩论 我是欢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发言人狂发言的欢乐送单元 我们下次见